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聽說你有很多不用系列 我今天也有不用系列 你今天不用系列 不用阿鴻師的系列 所以這是你第一次做嗎 算是第二次 那第一次算失敗 你說單手 阿鴻師 阿鴻師 你太吃了 你會做你耶 他沒有在動嗎 他就死了 你嚇到我了 沒有沒有 嘿 阿鴻師 今天呢 我們下了重本 買了螃蟹 我們有重經理聘了一位 思上男生 下可惜 嗨 大家好 我是來自西邊的阿鴻師 今天我其實有一點壓力 因為聽說你有很多不用系列 我今天也有不用系列 其實不用系列 不用阿鴻師的系列 請你出場了 那你今天想要帶給我們什麼 因為最近秋天嘛 9月到12月其實是吃螃蟹的季節 是 所以我就想說那就來一個 泰式咖哩螃蟹 你之前都是做中式的 所以這是你第一次做嗎 算是第二次 那第一次算失敗 哈哈哈哈 你在當作嗎 試跟教室嗎 沒有啦 怎麼可能 你先幫我放一點油 然後先加熱一下 就是裡面嗎 不是有瓶底鍋嗎 這位太太 我要用那個油 泡一下咖哩粉 因為咖哩粉是脂溶性的 所以你必須要讓它加熱 但是如果你直接放在瓶底鍋裡面加熱 其實很容易太粉 大概180度就可以 很燙 最好是你吃到180 就你用手這樣摘一下 你走哪個師傅 危險動作請勿模仿 好 那現在你拿一個碗 幫我打一下這個蛋好不好 然後芹菜跟蔥呢 大概切蔥段就可以了 就單手 啊 這不太太一種手伸進來了 你看你喜歡上鏡頭 而且餃子不用走 芹菜也是切斷 大家吃螃蟹之餘 就是它可以很下飯就對了 所以今天可能會重口味一點 那我就是準備三個辣椒就好 我覺得油很熱了耶 好 那你把油全部倒到這裡面 OK 是一個油泡咖哩的概念 對 油泡咖哩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香喔 稍微攪拌一下就會很香 對 所以現在香味已經出來了 對 妳自己會處理螃蟹嗎 我不會 妳可不可以教我們 如果螃蟹是活的 一定要從它的屁股抓 因為你從它的頭抓 你就是會被夾到 然後夾到就很容易會感染 怎樣 妳的音效在做很足 它是洞耶 它沒有在洞嗎 是死的吧 嚇到我了 沒有沒有 通常會直接從中間把它敲開來 就兩半 它的那個肺囊我們會全部去掉 因為不能吃嘛 然後腳的地方就切掉 然後對半切 可是其實我就保留著 因為我覺得就是 比較漂亮 擺盤的時候比較漂亮 但今天我用一點點的擺粉 所以我們就直接 沾在這個比較濕潤的地方 就是讓那個蟹肉的鮮味還在這樣子 鍋子可以幫我拆裹 我們螃蟹 先用煎的 所以你可以先幫我鋪上 然後下辣椒 高芳先下 餵一下 螃蟹肉 火再幫我開大一下 好 再... 等一下椰角 稍微攪拌一下 好 對 就先給我 通常如果在泰國的話 他們會加椰子酒 現在就是有那個比較濃稠的感覺 那你可以幫我切一點點香菜 然後一點點酒菜 現在點一點點魚露進來 但火一定要夠大讓它收汁快 否則蟹肉很容易老掉 這酒菜給我 我們只是點一下味道而已 好 最後的時候就可以加入這個蛋 然後其實就可以關火 好 因為你就用餘溫去把這個蛋液 用手就好 對 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多一點蔬菜的話 可以再加一些洋蔥 喔 完成 謝謝 試吃時間 這是很棒 因為看起來很高級 咖哩的 超像蟹膏 通常如果... 那如果你男友第一次帶你去約會 試吃螃蟹你會怎麼樣 有幫我服務的話 就覺得喔 好貼心 那如果沒有 我就可以剝 如何 如何 好吃 而且很下班 而且是咖哩很香 我覺得那個 有用咖哩的方法 泡一下 試試看有螃蟹肉的地方 好 我看不太熟 應該是不會我覺得 剛剛看起來是 覺得太厚 嫩 是不是 嫩 很好吃喔 好 如果有機會我們再邀請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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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